哈囉大家好,我是Tim 上禮拜就是剛從恆春 然後打工後還是回來 然後很多人都會問說 欸,恆春有什麼好吃的 然後是好玩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就想來跟大家分享 關於恆春吃個美食 然後這是我個人私心 就是吃過然後覺得好吃的 然後推薦給大家 嗯 然後還有一部分是教練推薦 然後他們帶我去吃 然後我覺得很不錯 所以想推薦給大家的 好 第一個呢是這裡好吃 它這邊呢 它其實是有美食跟就是住宿混在一起的 對 然後我那時候是吃日式炸豬排 跟那個好食這幾塊 然後那一家會讓我很緊 因為它其實雖然要等很久 但是呢 它的等是讓你會心滿意足 覺得說不會生氣的那一種 對 就是你吃到食物的時候 那一刻你就覺得 噢,這一趟吃了 所以第一個就是這裡好吃 然後它是有套餐的 我記得它還有附味噌湯啊 就是一般高麗菜式的這些東西都有 這樣 好 然後說到 厚壁湖的海鮮 大家一定都會知道海鮮嘛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 這一間是我幾乎每兩三天就會跑一次的地方 這間呢叫做上岸猴海鮮 然後它裡面呢 綜合的生魚片 40片 只要200塊 然後還有它的塔香蚵仔酥跟金沙嫩豆腐都蠻好吃的 所以也推薦給大家 對 然後它飲料啊叫檸檬七鴨子 我覺得它超級合 所以就是到那邊一定必推的 一個 美食 好 第三個是山下人家 然後它也是屬於比較桌菜和菜的那種 然後它的那個檸檬蛤蜊 過貓芝麻醬跟金沙豆腐 都是我個人蠻喜歡的 然後它那邊還有那個 梅花鹿 還有 我記得還有雞 對 然後就還蠻有趣的 所以 到那邊呢可以去拍跟美花鹿合照啊 然後去看看那邊的動物 接下來是找石小麥索 然後它是屬於比較日式的那一種 它其實是屬於就是在 坐在路邊攤的那一種小攤販 然後它的湯可以免費去喝 然後它的糖雞跟雜豬排 我都蠻好吃的這樣 那時候我總共去了兩次 第一次的時候是 就臨時上網搜尋到這一家的 然後後來就去吃了 就還不錯 所以第二次就帶了家裡去吃 有些人剛好來恆春 然後就帶了他們去吃這一家 然後他們很喜歡很喜歡 那種日式的料理 所以也推薦給大家 就是糖雞炸豬排 然後它糖是可以去家的 對 接下來呢 說到夜市嘛 就一定恆春要去的就是恆春夜市 看好我記得是禮拜天才開 對 然後裡面就是有那個排骨酥跟乾炒發熱都還不錯 然後就推薦給大家 對 如果到恆春夜市不知道吃什麼的話 就這兩家我就可以點一下來吃吃看 好 接下來呢就是在恆春鎮上的 叫做四方十四面食館 然後它的香檸金柳乾拌麵跟滷味拼盤 蘋果拼盤其實點中份的大概兩三個人其實吃是很夠的喔 就是兩三個人吃基本上是ok的 對所以它其實蠻大份的 然後我覺得香檸金柳和麥麵是我蠻喜歡的一個 就是它其中有一道美食 所以推薦給大家 然後接下來講一個 甜多酷脆皮鹵仔煎 它是在那個早食小賣所 就剛才那間日式的嘛 隔壁沒幾間吧 就在隔壁鹵仔煎 它的皮就是你放久 它還就是你即使你帶回去吃 它的皮也還是脆的 然後它如果你吃辣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跟店家說 你可以加一點點辣 我覺得它大家那個辣其實還蠻好吃的 第八家是鵝莊薑母鴨肉店 它的那個薑母鴨裡面非常好吃 為了那一間我們等了整整一個月 就是我從月初等到月底 然後教練們從年初等到年底 然後他們終於等到這一刻 它也開了 然後剛好我們壓線 壓線的時候進去這樣 就壓線的時候它剛好開 結果我差點要離開 就打工號一直結束 差點要離開 在前之前剛好它開 所以我們就去吃了 所以終於等到那一間薑母鴨 然後就真的蠻好吃的 所以兒童的薑母鴨還蠻好吃的 推薦給大家 然後接下來兩家 是我最愛個人最愛最愛最愛 最愛最愛的 然後最印象深刻的兩家 就是一個是有一家紅豆餅 然後它的冰淇淋系列非常好吃 因為它皮也是很脆 然後它裡面塞了冰淇淋 然後冰淇淋系列跟金沙奶油 巧克力都很好吃 它巧克力也很好吃 它就是用五層的Oreal 然後下去弄等等 所以就 如果你是喜歡紅豆餅 就是那種餅的話 它是蠻脆的蠻好吃的 不像一般看到的就是比較軟一點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喜歡吃脆的紅豆餅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去這一間 然後最後一個是我幾乎每一天 每一天都會去喝的 就是草野人的綠豆沙牛奶 對 它的綠豆酸牛奶 一般的綠豆酸牛奶可能 濃度不會那麼高 它幾乎就全部都是 它幾乎沒有沉水啦 對 它就是原汁有味的成形給大家 對 然後它就是我 連我身邊有些人 不太喜歡喝綠豆酸牛奶 然後喝到那個 都會為之經驗的 所以就 綠豆酸牛奶 然後推薦給大家 因為我每年都會去喝 然後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地方 最後就來回答一下關於 就是之前在IG上問 然後 大家對我這個月的感想 然後想問 然後 那部分懷饋大家不錯 然後我也覺得 它有一個問到說 最大的收穫 我覺得 最大的收穫 第一個就是 跨出舒適權吧 就是挑戰從來沒挑戰過的事情 對 然後也認識了很多 不同領域的朋友 對 然後 第三個就是 學會潛水之外 然後 也 我覺得也對 恆春當地就是 產生了更多情感吧 更連結這樣 對 然後 也蠻喜歡恆春的 然後 還有看到一個 裡面最讓我就是 開心的一段話 它是說 我覺得 絕對由於嘗試新事物的你超棒的 為你開心 對 就是 很開心 因為我這一次的經驗 對 那 最後喜歡的話 別忘了按讚訂閱和分享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到佛大義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 對 室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